33729號的一個解釋 應該是可以確認說 已經被確認為是一個 國會的固有權限 固有的權利 但是比較有爭議的是說 這個國會調查權的定位跟性質 是國會的輔助權利 還是獨立的權利 那國會的調查權行使的範圍 到底有多大 有沒有限制 那在4自585號解釋 指出來 立法院為了有效行使 憲法所賦予的立法職權 本期固有的權能 自得享有一定的調查權 又指出 基於權利分立跟制衡原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的對象 或者是事項並非毫無限制 所以在我國的事件實務 確認這個國會調查權 是國會固有的權利 那也是輔助的權利 那依照目前的現行的法規 我們看得到 有關於在調查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這個文件調查的處理 這邊的規定 所以這部分想請教立法院的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謝謝 周委員你好 秘書長好 我想請教 就是說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45條 他這邊有寫到說規定說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涉調卷委員會 或經委員會決議得涉調卷事專案小組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那照這個現行法的規定 是不是說立法院或者立法委員 我們要來行使文件的調卷權 就是調查權之間的一個調卷權 一定需要經過院會的決議 要設一個調卷委員會 才能夠去行使這樣的調查權 報告委員 目前的行使是如此 的確如此 就是說他需要經過院會的決議 才能夠做調卷文件的一個行使 是這樣沒錯 好 但想請教秘書長 就是說在我們立法院歷年來的實務 跟作為上 什麼時候曾經針對過哪一個事件 或者是要調查的相關事項 成立過那個月卷委員會 或者是委員會 我們有成立一個調卷專案小組 就你們的這個資料 我們目前好像還沒有 真正 報告委員 過去實務上委員會都是成立調卷小組 那院會的成績是叫做調卷委員會 那過去這個法通過之後 在實務上也都有一些例子 像上一次那個 這個法是什麼時候通過的 這個是在325號大法官解釋之後 325號 我們就去增加的 所以從325號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後 除了319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之外 那全部都是委員會成立的這個調卷的專案小組 就像我們這幾天開委員會所提的案子 然後去調卷相關的資料 對就是說如果委員會覺得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案子 他想要成立調卷小組的話 依照這個45條的文字規定就是 經委員會的決議 得色調卷專案小組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 提供參考資料 那這個參考資料就不是所謂的文件原本 如果是文件原本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秘書長講的 必須經過院會的決議 我們剛剛秘書長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要調卷機關的文件原本的話 就需要經過院會的決議 對對對 那在這幾十年來的 就是說這個法律通過之後 就還是沒有成立過這樣子的一個 實務上有 而且有在運作 就是他調卷來的文件都會依照這一張 甚至請行政機關的人在那個會議室 然後資料就放在那裡 那關心的委員就會去那邊去翻看那一些文件 然後他們 你可以說明是哪一個案件 因為實務上 因為我們是法治局 我們就是知道說委員會都有 所以可能因為今天來的委員會 就是委員會 法治委員會有 對 委員會調 調月小組 調月的小組就對了 對 實務上有 所以就是去調來圓卷 然後在委員會 就是如果你調圓卷的話 要經過院會決議 那其實送一次參考資料一份之類的 報告 報告委員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按照這個 這個我們立的這個45法 立法院的調月文件 現在這個委員會調月的那個 其實都是屬於參考資料 它並非真正的研件 如果是研件的話 一定要宴會通過 做決議才能夠調月 那現在委員剛才所需要了解的說 有沒有宴會通過 來調月真實的文件 目前來講好像沒有 就是院會的決議是沒有 除了319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議事處那邊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沒有 還沒有這個例子 沒有 319那個調查也不算 那個好像沒有宴會通過 沒有宴會通過 就是一個條例通過這樣 對 好 謝謝 那所以目前這個立法院的調查權 調月文件調查權 這個部分事實上就還沒有 真正院會決議 然後去行使過這樣的調查權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報告委員 在因為現在 我們都是會去查看那個議事的 國會主庄建立那個議事 因為很多界了嘛 我們印象裡面像最早以前 以前有一個30家農漁會的信用部 有一個調月的案子 那個局長 你贊用我太多時間了 我想結論應該是沒錯啦 就是說 這個條文規定之後 院會是沒有正式決議過 去調月文件的原件就對了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再請 我現在請這個監察院 好 謝謝委員 好 請監察院哪一位 主要是調查處 調查處 調查處 你們完全是被肯認的嘛 而且你們確實也在執行 那我想請教說 你們怎麼調查 在審判中的案件 還有工程會在審理的案件 或者是大法官在審理的案件 你們實際上的運作是怎麼樣 跟周委員報告 這個審判中的案件 我們通常在委員的指導之下 我們都會尊重司法的獨立審判 通常是會透過發調券的方式 去取得一些的券證 作為辦案的參考 就是在審判中的案件 還是可以調得到券 調得到券的銀本就對了 是 是 就是審判機關把他們 覆印了送給你們 跟周委員報告 當然也要司法機關 他們願意協助 我們才能調得到這個資料 所以你們請求這個司法機關 協助是先含司法院 還是直接給各個法院 成省的法官 我們通常都會遵照 我們調查委員的指示 應該會發文給院方 那同時也會知 有一部分也會知會當地的法院 鋪本 鋪本給這個 院方是司法院就對了 對對 就是會先 用公文的方式 那工程會的案件也是有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經過監察院已經彈劾送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案子 我們就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 所以我們不會再 所以那個照你們的調查的程序是不會有的 那大法官審理的案件呢 比如說最近我們之前在討論的這個偵查中被告跟辯護人的羈押權 有沒有調查過大法官在審理的案件 這跟座文報告 這個 因為我不太了解就是說 目前委員獨立刑止之前有沒有去調查這個案子我是不太了解 那如果有類似的案件的話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 你再回去查一下 是 是 謝謝 那我要再請教就是說 你們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你們當然調查的對象是公務機關 公務員 那如果有其他相關要了解 要證明或者是需要確認的事項 是不是也會約詢 約詢一般的人民到監察院來說明 或者是所謂的作證 跟座文報告 我們可以邀請民眾來作證 但是我們不是叫約詢 是請民眾來作證 會給他一個證人的費用 就是請他來 應該也不算不是法律上的作證吧 因為你們沒有拒絕的 請他拒絕的權利嘛 是 也沒有要求說 他一定是要具實陳述的一個義務嘛 對 我們只是在了解他 他所提的內容或者他的委屈 就是會請他 也是會有請人民到監察院來說明 但是就僅此於說明 你們在 僅此於說明 而且會真的他的同意 也沒有任何的一個要求說一定要到 不到的話要處罰還 或者是說他作證的內容是虛偽的 然後要去處罰 沒有 沒有這規定 沒有這樣的規定就對了 那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再請一下那個私刑廳的廳長好不好 請他本於法律的確信 來 請林廳長 聽講那就綜合以上的這個質疑 委員好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 那基於目前的法律規定 如果說我們院會是成立了一個決議 然後要跟司法院審判中的捐證 來調閱這個相關的捐證的話 那你的法律意見是怎麼樣 是 那麼因為現刑法的規定 並沒有明文規定說監察院調查中的案 因為我說立法院 立法院調查中成立的委員會 要向法院或者司法院去調文件資料 是這個意思嗎 就依照現在的45條的規定 如果院會決議要跟審判中的案件 來調取資料的話 您的法律意見是怎麼樣 是 那麼審判中的案件 原則上是不受外界干擾 這是憲法第84條命文規定 那麼這個個案來講 就具體個案來講 我想應該是由法院 個案的 程審個案的法官來做明確回應 所以就是個案的法官他自己來決定 那他如果認為說有侵害到他的審判權限 是不准給月的 是這樣子嗎 我想是應該尊重個案法官的決定 好 謝謝你的意見 主席 我的質詢到這裡 謝謝 你請留步喔 你聽長請回喔 兩位也請回 我是要提醒喔 剛才高局長的答覆啊 跟民主長的答覆說 本院從來沒有成立過調閱委員會 但是呢 有沒有成立過 有成立過嘛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 沒有實際上的決議去調閱文件 沒有實際上做決議去調閱文件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顧立雄委員 時間12分鐘 顧委員我特別跟您提醒喔 因為我們會務人員注意到 你每次都會到主席台來拿六法全書 所以我們現在把六法全書調到您的桌子前面 謝謝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太多人啊 他後來也有份的 這次是沒有人 感謝六法全書 那我先想請教一下那個法治局局長 請高局長 就是說 我拿到這個法治局 在103年10月出版的 這個國會調查法治的相關資料 對 你有參與過這個相關的調查資料的 內容的專寫嗎 對 那裡面是其中那個韓國的部分 韓國的部分 那時候我們的局長謝福美 那他是帶我們去日本跟韓國 那韓國的部分因為 我們的韓文的部分是 有特別請那個外交部來協助我們做一些韓文的那個翻譯的工作 好 那我看了一下相關的這個國家 大概美國 英國 德國 日本跟韓國 我個人的潛見當然是說 英國 英國 德國 日本是內閣制 所以他是 行政官員就兼國會議員 那因為我們的國家 一個叫做國會證言鑑定法啦 那所以就這兩個相關的這個法案 如果要訂國證監察調查法 或者是國會的證言鑑定法 這樣來處理的話 那你的意見是怎麼樣 我那時候去韓國的時候 因為現在時間比較久遠 韓國的這個國會 它本身有一部國會法 那國會法就是規定它韓國的國會的組織 還有它相關職權的運作 可是它針對這個輔助國會職權運作的法律 它是另外拉出來 就如同剛剛委員所講的 它去訂一個證言鑑定法 那好 對不起 我插一下 因為根據這個國會證言鑑定法 我看起來它是大概是所有國家裡面最嚴格的 也就是說它一再的用刑事的手段去處罰 這一個拒絕配合證言 或者是為虛偽證言 但是因為我們大法官四字五八五號解釋 大概就只能用施以劃緩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韓國這樣子的一個法律規範方式 比照我們大法官四字五八五號解釋 看起來是不太能用 那如果依照美國的相關的規定 或者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美國如果對於所謂的拒絕證言 然後要處理處罰 或者為虛偽的構成藐視 國會的這樣的相關的權限 我問你 是誰來決定 要把它移送來處罰 因為我的了解 我再講一下 美國國會一定是經過國會以後決議 然後授權各該委員會成立聽證 在聽證的時候呢 相關的人如果不配合的時候 那可能會構成藐視國會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的時候呢 委員會如何來決定 我的問題是委員會的主席一個人決定 還是委員會的多數決來決定 這邊沒有 很抱歉 那個委員 因為我沒有時間太久 但是就我個人的感覺 如果按照585號的解釋 因為整個民意機關是合議制 對於人民要做出這樣的一個裁罰的動作 當然是要透過合議的方式來處理 它的程序保障呢 會比較嚴格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啦 對 一般我們到法院去 那到法院去 那如果說不來 那法院的法官就直接把他處罰還 或者是可以拘提到到場 那麼如果他違證罪的話 那麼就直接依照職權就移送檢察官偵辦 那因為這個是法官的職權 這沒有問題 那因為立法院是113個委員構成的 那這個時候呢 假設院會決議說成立一個委員 或者授權某個人會來進行調查 調查之後呢 有人不配合 或者來做一個虛偽的這個陳述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誰要來 誰要來決定 如何來決定 你的意見呢 這個部分就是 當初我們劉漢廷局長在的時候啊 曾經也有 他跟我同事有 喔 其實 就是也曾經就這個問題啊 在局裡面齁 來跟我們做討論 那那時候呢 因為大法官的解釋 我記得就是說 在那個劃緩的部分必須經過院會決議 那那時候劉漢廷局長就講說 如果院會決議是採用一個蓋瓜授權的方式 讓個別的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或是該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們 合意決定裁罰的話 這樣問我們有沒有違反585號解釋 院裡面的希望 我們那時候初步的看法是說 即便是授權給各該委員會的委員來決定 我們也不要 像美國那樣 我們至少要把這個決議呢 弄成到院會至少是提報 提報 而不是一個討論的概念 有一個報告案還做一個討論案 大概是可以用報告案 但是報告的時候呢 全院的委員可以表示說要退回或是怎麼樣 或是說直接做一個單純的表決 有人有意義的話 單純表決 有人有意義的話再進行表決 直接表決 對 就不去修改它 好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監察院 監察院是調查處吧 是 請處長 請問一下監察院 根據監察法的26條 你們在調查權的行使的時候呢 是當然可以去向各機關部隊 或公司團體都調取資料 然後而且呢 請求各機關團體的相關的主管人員 或其他關係人 可以來陳述嘛 對不對 詢問嘛 那而且這一個監察法26條規定是說 如果他應該為詳實的答護 那我請問一下 那如果他不配合呢 按照現行的監察法 你們怎麼處理 我們假設以這個324的 行政院的這個暴力驅離案件 那現在